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显示我的网页,也就是说,今天咱们要做自己的网页 好,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第一,建立自己的网页 第二,建立自己的布局 前几期我给您演示的一些个页面呢,它都是系统给咱们听的默认生成的页面 以及默认生成的布局 那咱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网页,建立自己的布局呢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知识点啊 好,咱们看实战演习哦 首先说,咱们今天呢,应该建立几个文件 什么文件,看啊,在views仕图里面,咱们建一个about.egs 就是about,关于的页面,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网页啊 然后在views里面,再建一个,大家请看,b4layout 咱们再建一个新的布局文件,b4什么意思 布多斯川普4嘛,对不对 我曾经讲过这个课程啊,有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啊 咱们再建一个布多斯川普4的布局文件 接下来,接下来是上期用到的Test Controller 咱们在里面再加一个方法 About 这个about呢,要和今天咱们新的about仕图进行匹配 该怎么做,一会咱们会看到啊 好,那咱们现在马上建文件哦 咱们先建一个about.egs 在哪建 在views下面建一个啊 好,试试啊 没问题 然后这个about文件有什么内容 就两行 一个呢,是about页面h1 一个是呢,链接到我的选法视频主页 咱们把它搞过来 这样咱们就建了一个文件,对不对 然后呢,咱们再建一个新的b4的布局 B多斯川普4的布局啊 咱们再建啊 还在这个view下,再建一个文件 没问题吧 然后,然后大家把我这个b4布局 默认的html考过去啊 因为我这个本地没有装b4的这些个css文件 所以我用的是cdn啊 不过,但是这个cdn能不能在国内访问到 我不太好说 如果您执行我的代码 好像这个b4如果没出来的话 说明您的这个,所用的这个 ISP不能够访问到这个cdn的主机 您能就下载这个css进行使用就可以啊 好,然后咱们再修改一下 test这个controller加上一个about的凡数 test,对吧 咱们前一期呢 有一个go go后面加个逗号啊 然后咱们再加一个新的函数 没问题吧 咱们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还是用到了 response这么一个反应对象 或者叫做回应对象 然后咱用什么 点view 用这个对象的view方法 然后在里面传上什么 传上aboutview的名称 哪个名称 不是这个about这个名称吗 对吧 这个view 大家请看 就这个view的名称 然后呢 再给这个view名称里面 加一个参数 参数写什么 咱们今天想改变它的布局leot 所以咱就要写leot等于b4leot 如果不写呢 不写咱们默认是这个layout对不对 所以咱们要给它说明我要改layout 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修改它layout 好 咱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马上运行啊 看一下实际效果 sales lift 好 咱们运行起来 马上敲啊 127 test go 这是咱们上期内容 今天咱们叫什么 叫about对吧 这叫about 它呢能够自动的映射过来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大家看一下 大家请看 about h1没有问题 然后下面呢 我是这个http连接 然后呢 btn btn跟这个btn primary 这个是BuduStrape的模型的样式单 大家请看已经发蓝了 说明了执行成功 它成功的找到了咱们b4的所有的内容 回到about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不叫这个primary 叫info 这也是BuduStrape4的一些个 模型的样式啊 好 咱们出生启动 OK 然后咱们刷新页面 大家请看 发生变化了吧 说明咱们这BuduStrape呢 成功导入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建的一个页面 非常的方便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如何建立自己网易的过程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好 那么我的代码呢 现在会放到刊中的服务器 我然后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You酷呢 给您观看 咱们下期继续学习Sales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